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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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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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ff消失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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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可以馬上收到施速者0.7倍物攻的物理傷害 然後按照施速者技能方向擊退兩格 那這個回合觸發了三次之後就會消失了 然後這個傷害會打破目標的隱匿狀態 也就是說你放完之後呢 然後換敵人行動了 敵人站在你的警戒區域了 他就會旋雨就會攻擊這個人 然後把他擊退兩格 我們等一下後面有示範 好再來是這個飛雨和破 他這個被動 主動攻擊對戰之中呢 與目標距離每人增加一格的傷害提高4% 他最多是16% 那你擊殺目標之後呢 可以獲得一層的鎮雨狀態 鎮雨狀態 是幫忙你去提高你的那個 天賦射程的這個 的那個那個 那個 幫忙啊幫忙增加這個天賦射程的buff 好 那再來是毀攻再旋 這個是主動使用的時候可以獲得離旋狀態 那這個離旋是讓 呃 讓那個主動攻擊對戰之前呢 對目標施加兩個隨機 有害狀態 然後出發之後就消失了 然後 釋放這個技能之後呢 會讓所有的主動絕學的冷卻時間 減少1 然後可以在原地再行動一次 好 好 然後大招這個崔心按學 是對目標造成1.5倍的傷害齁 對戰之中呢 目標如果攜帶一個有害狀態 然後暴擊率跟暴擊傷害額外提高5% 那最多是20% 好 以上就是 5內的技能介紹 跟這個 推薦技能的點法齁 好 技能搭配的部分呢 那你可以 第一個可以帶這個 回攻再旋齁 加上這個 飛羽漢波 跟崔心暗石 那 因為 這樣子的搭配呢 主要是 用這個 回攻再旋啦 然後可以獲得離旋的這個buff 然後讓你的主動絕學 呃 主動絕學冷卻時間減少1 然後可以再行動 那 這樣子的搭配就是 你的 技能的冷卻時間 會比較短 會比較短 就是你的 嗯 我覺得通用性還算不錯啦 通用性還算不錯 就是你可以 減少冷卻時間 然後又可以再行動 然後可以增加這個 有害狀態 然後飛羽漢波 可以增加你天賦的這個射程 然後又可以提高 然後 以目標距離 每戰戰一個可以提高傷害4% 那 全部都達成之後呢 你再放這招 吹心暗石 那 目標有多攜帶一個有害狀態呢 暴擊力跟暴擊傷害 額外提高5% 但是 這是 另外一種搭配 我自己比較少用這種 好 那第二個技能搭配的部分是 遊敵戒殺 然後 飛羽漢波 跟奮力 那 飛羽漢波 基本上 都會帶啊 因為他就是趕快 那你可以 那你的旋雨可以多增加射程 不用花太多的時間 因為他要軟機嘛 那 有一點戒殺就是一直 讓那個 敵人不會靠近你 因為 因為你要讓他有一個距離嘛 不要開靠近你 因為你 你是雨勢 喔 你不想被打 被淨蛋打 然後分力呢 就是你的物攻可以提到12% 這是很不錯的被動 那 假設你是帶這樣 這一個技能的組合的話呢 我就蠻推薦帶 帶 荒者的魂石的 為什麼 因為 因為荒者呢 他的普通攻擊傷害會提高20% 三美的效果 那 你這個大部分都是用 普通攻擊啊 普通攻擊的方式去打敵人 所以 我覺得 但荒者的魂石是蠻不錯的搭配 好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 竹風破 然後 回攻 再旋 然後 被動可以帶 飛魚和破 或者是 冠甲咒啦 那冠甲咒就是 可以對 敵人施加一個 死慾狀態 那持續一回合 那無防會選20 但是 呃 如果是我自己 我自己的話齁 我可能只會帶 竹風破 飛魚和 竹風破 飛魚和破 回攻再旋 因為我覺得 嘖 我覺得啦 因為我射程已經很高了 然後 這個被動可以幫我增加 快速增加 那個射程距離 然後 我跟 敵人距離又增加 呃 最多可以提高到16% 那 我可以射程 普通攻擊可以射程到5個 那最多可以到16% 所以我覺得這個傷害是很夠的 所以 如果你是 想要普通攻擊的人 我覺得這 這個也是可以帶你的那個 那個 黃蛇啦 可以帶黃蛇 如果是我 我也會帶黃蛇 或者是剛才有 第二個技能推薦的 有底界殺 飛魚和破 跟奮力 那他奮力就有一個 物攻提高12%了 那你看再加飛魚和破 傷害又提高16% 我這個很猛耶 那 可以的話也可以把這個 那個 有底界殺 改成你的單體攻擊 像 主風破 或者是這個 垂仙暗示 其實我覺得都 都可以 看你怎麼搭配 因為 其實沒有一定 這是一個 一個建議而已 所以 呃 第二個技能再改一下 優力界 他也可以換成 主風破 我覺得都可以 好 好 那 旋雨啊 你帶了飛魚和破 這個是說 你提殺目標之後 可以獲得一個鎮雨 那天賦的部分 是說 你行動結束的時候 沒有主動攻擊 才會獲得鎮雨狀態 也就是說 你沒辦法 邊打人 呃 你可以邊打人 是因為 邊打人擊殺了 然後會獲得buff 是因為你帶這個 但是如果你 你沒有帶這個的話 是不能 不要做打人動作 要不然你射程是不會增加的 好 我們先看 就是休息的狀態之下 可是你休息的狀態之下呢 好 你只能射 兩個 三個是沒辦法的 也就是說 你應該正在這裡 才可以打到敵人 好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我們休息一次 好 我們正在這裡休息 好 我們獲得這個 一層 一層的鎮雨 好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因為風靈神在行動 那我們再休息 好 我們等一下休息一回合 就可以疊兩層 好 這個時候呢 旋雨上這個位置 已經可以打到 打到boss了 好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 射程 這招 他原本射程齁 已經增加到四個了齁 增加到四個了齁 增加到四個了齁 好 那我們下一回合呢 我們就可以站到這一個 可以攻擊到boss了 好 好 這個時候我們旋雨已經疊了兩層了齁 上千是兩層最高了 OK 好 現在 現在旋雨齁的射程齁 已經可以到這個 2 增加2了 然後原本的 增加四層齁 四層的這個射程齁 好 也就是說我可以站在這邊 可以攻擊他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可以站這麼遠的射他 好 那你的普通攻擊 欸 你的技能的部分呢 是這一個 可以到五個齁 也就是說 我在這個地方就可以射到他了 但是射完之後就沒有了齁 我們 你看一下齁 好 射完之後你的天賦就沒了 所以你要一直攻擊 的話呢 你只能用普通攻擊的方式 他那個 射 那個 天賦的部分的 鎮雨的buff才不會消失 好 那 我們原本的這招 崔心暗石呢 他的射程是三個嘛 所以你增加兩個 最多 最多你的技能可以射到五個齁 好 我們來觸發這個 被動 我們只要擊殺一個敵人 就增加一層的鎮雨齁 我們示範一下 我們示範一下 好 因為呢你的天賦齁 你的天賦只要 是有主動攻擊的人 主動攻擊的話 就會消失 但是你有飛魚撼破 擊殺的話 會增加一層齁 好 觸發飛魚撼破了 好 你就疊兩層了 OK 但是 你的 一開始 你第一回合的 旋雨是有休息的嘛 但是因為 你擊殺敵人了 你又直接多加一層 要不然的話 你 假設是沒有擊殺敵人的話 假設你 沒有擊殺敵人 那 你的這個天賦是不會觸發 正雲的buff齁 因為正雲的buff是要 行動結束的時候 你是沒有主動攻擊的 你才會增加 正雲的buff 那 你有帶飛魚撼破 你就是可以攻擊 然後一定要擊殺 才會獲得正雲 OK 這樣聽得懂齁 好 好 另外一個呢 是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優敵戒殺的部分齁 好 因為優敵戒殺齁 他 他 不是當下的攻擊敵人 也就是說 他不會吃到天賦的那個 為主動攻擊 這一個 也就是說 他不會影響到 好我們 我們示範一下齁 假設 讓 旋雨 好我們獲得 讓他直接獲得兩層 休息一次 好 好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 眼鏡有兩層了嗎 好 兩層正雲的buff 好 我這時候放優敵戒殺 好 放給大家看 好 他的buff齁 還在喔 正雲的buff還在喔 這個是不會影響到 因為你當下沒有主動攻擊嘛 所以沒關係 大家懂齁 好 但是因為敵人只要走過 走來到這一個的話呢 他就會被 旋雨 射 就這樣 OK 所以他這不影響 你的那個 那個 鎮雨的buff齁 因為我們剛才有看到 他放最新暗時之後 那個鎮雨的buff會消失 但是優敵戒殺 優敵戒殺 並不會齁 好 我們剛才看到齁 就是 剛好在這個 範圍裡面呢 的敵人 有被 鎮雨攻擊嘛 好 但是他的鎮雨的buff 依然存在齁 依然存在齁 好 就這樣子 那 魂石推薦的部分呢 就是 吃戀鬼 可以帶 那 就是主動攻擊 氣血高於70%的角色 對戰中傷害提高20% 那 那另外一個就是 鱸鬼 那鱸鬼就是 通用型的 但是 我不太會用玄宇去帶鱸鬼 然後第三個 推薦的是 荒者 那 基本上 我蠻推薦用荒者的 因為普通攻擊的傷害提高20% 我覺得玄宇太適合用荒者了啦 因為我 我大部分都 自打PVE 所以你PVE用荒者其實就很夠了 你剛普通攻擊 都可以射死敵人了 好 那 那視頻推薦的部分呢 是 頭部是 這個 冰蟬 串珠 唇 還有 呃衣服 可以帶這個 鳳蚊配環 然後他物防加10% 遭受暴擊降低20% 那另外一個是驅魔護印 那 我覺得驅魔護印 蠻好的是因為 如果你選擇被打的話 就是可以去散敵方 一個猶豫狀態 可是當然是 不要被打啦 對 好 那這個 腰部的部分呢 遭遇有狠度 那法防加5% 積雪加5% 對戰中可以 遭受攻擊對戰中可以自身免傷提高20% 主要是這個 好 再來是手部的部分 通常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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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定是推薦這個 暴擊 暴擊手 煙這個 煙這個 烏光加8% 這很重要 主動攻擊對戰中呢 暴擊率加20% 暴擊傷害加10% 一定是推薦暴擊手 那假設你沒有暴擊手呢 你就是可以用射手零件煙 那主動攻擊 物攻提高 提高15% 也是很適合旋雨的 所以就這兩個去換 如果沒有 如果 白焰獄 浴佐的話 就帶射手零件吧 好 好那以上的點火法跟技能搭配呢 僅供參考 那玩法有很多種 那 不知道大家對 玄宇的 這隻角色的期待 有沒有符合大家的期待呢 然後也歡迎 告訴我你的 技能搭配的部分 跟你魂石搭配的部分 我們一起來 一起來討論吧 好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ilibili 還有Discord 那喜歡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大家晚安 掰掰